主的诫命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他也用圣经来记载他的诫命 今天我们要读主的话语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十三章两处一到九节 以及十八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 我们用起因的方式读一到九节 师母读台上读单处节 会众起因双数节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许多人到团那里聚集 他只能向床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说有一个撒走的出去撒走 他的时候如果来自他的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深发疗最快 这种主乱比赛 有没有生就是不安的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就切实 有一百倍的 有有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而可听的 就应当听 下一处记载在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大家请听我来读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空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 这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为这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听了道后 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明白了 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神的话语 让我们每个人不但是读了 也要照着行 我们得到了福气 那我们就请牧师来分享 百倍的 今天早晨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 就是你的生命如何幸福增加一百倍 你的生命如何力量增加一百倍 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从软弱变成刚强 从沮丧变成盼望 从灰心 重新找到希望 信靠耶稣基督 就是从旧的生命 变成新的生命 而新的生命 它的果效一定比旧的生命 更加的美好 新的生命 一定会放弃旧生命的一切不好的 而去努力 结出更美好的 这就是信靠耶稣基督 生命得重生得救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一样请你跟旁边的人说 你今天为什么会来 你问旁边的人 你今天为什么会来 问第一个问题 你今天来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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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比较惯用的 或者佛教的说法 我们真是有缘分 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我们可以认识 我们前世 一定做了什么好事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聚在一起 昨天下午 我的搬机从墨尔本 起飞 是两点半起飞 起飞的时候呢 我就走到 我坐在10号 这一排 那A1C 我是坐在D 那我到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到 但不 我第二个到 最窗口的那个 已经到 已经坐在里头 一个20来岁的小女孩 不应该讲小女孩 人生没有太多个20来岁 所以有一个女孩 20来岁 坐在里面 看到我很客气 是华人 我不知道他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 或者是大陆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台湾 看起来打扮得很 很 很 保守 就不是那种随意的 又路间又路哪里 看起来很保守 然后呢 很整整齐 他很客气跟我笑 然后跟我打个招呼 然后我就坐下来 结果当我坐下来以后呢 就 谢谢 谢谢 就有啊 这个 另外 西的这一位来了 结果是一个 很壮的一个妈妈 很壮的一个妈妈 你以为是谁啊 很壮的一个妈妈 然后呢 也带着笑容 就坐下来 结果他还没坐下来 发现他的座位上有 前一班的乘客 留下了 留下了一袋的 台湾讲垃圾 大陆讲垃圾 就在椅子上 那么他就拿起来问我 这是你的吗 我说 不是我的 结果他说 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就摇摇摇摇了 那我正在想要怎么办的时候 我想应该要叫 空服员嘛 我就想叫空服员 结果呢 这个女孩 反应很快 就拿了那个呕吐袋 飞机前面不是有呕吐袋吗 结果正在拿的时候 这个妈妈 澳洲的妈妈 就把那个垃圾呢 就往地上一丢 他就丢在前面的椅子底下 他说不管了 就这样丢了 那我都来不及叫空服员 他也来不及拿出来 可是他这个举动 让我感受了 这个孩子不简单 这个孩子受的家教 应该是不错 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 应该不错 所以我就记在心里 他拿了出来以后 我发现 他这个举动 我应该要帮他完成 所以我就整个人握下来 伸长我的手 差一点拿不到 但是勉强地拉了我的筋以后 就拿到了那个垃圾 那一袋 小小袋的垃圾 然后我就把它 它就打开 我就放进了那个袋子 然后我就把它卷起来 然后我就把它塞在前面的口袋里 等空服员 等来收的时候 一起交给空服员 这是我遇到这个女孩 我不认识她 我也不了解她 但是呢 我跟她一起完成了一个任务 好了 我们飞机起飞了 都很困了 那隔壁的妈妈也睡着了 这个女孩也睡着了 当然我也睡着了 就在那边打盾 睡着了 好了 睡睡睡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多了 那么我就醒过来 妈妈还在继续睡 那小女孩也继续睡 那我就看圣经啦 手机有圣经嘛 我就阅读我的圣经 然后思想神的话语 然后一边唱它 一阵子这个女孩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她就开始喝水 她总得上洗手间 所以就叫这个胖妈妈 然后呢 她就起来 然后她就去上门洗手间 就回来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那我就经不住了 我就问 我说 你从哪里来呀 她就说 我是从广州来的 她就问 她说 你从哪里来呢 我说 我从马来西亚 我的原籍是福建 所以我是广州的客家 广州的客家 我们的Jacobs是广州的客家 那我就聊起来了 那我说 你今天去perf 你在perf吗 还是来找朋友 还是家人在perf 她说 不我是去墨尔本 晚几天 因为有朋友在墨尔本 现在回来perf 我在perf 读UWA大学 她说她在广州的最好的大学 读了两年 然后剩下两年在这里读 然后我说 哇 爸爸妈妈把你送出国 应该很担心吧 我先去问 她开始讲 爸爸妈妈反对我出国 所以一个女孩出国做什么话 开始聊得很顺畅 然后爸爸就说 女儿头脑里面有想出国 你怎么按都按不住 她一定会出国 就让女儿出国了 然后就来读 我说留学生应该很辛苦吧 我说有没有哭啊 她就说有啊 刚刚到的第一个月常常哭啊 然后人家就应该说现在读书适应了 但是觉得孤单 她说没有朋友 有 她说有朋友 就是同学 去喝茶吃饭 但是呢 没有 没有 真正的朋友 从这个地方就慢慢聊 那我说你 你心情如何快乐吗 她说 看什么时候 我就告诉她说 留学生要调整好自己里面的读书 压力到一个地步 可能慢慢的忧郁 慢慢的觉得很绝望 我说你应该不会吧 她说偶尔有这种心情 我就帮助她 我说那你要学习怎么样 评估自己的情况 到底是越来越不好 还是越来越好 她越来越兴趣就开始问很多很多心灵的问题 然后我们记录 我们整整谈了三个小时 整整谈了三个小时 那么在谈话的过程中 她告诉我说 她说她一辈子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会 今天一定是缘分 不好意思为了讲缘分这两个字 讲了这么多 她说今天一定是缘分 我一看 她手上带着那种木珠珠的串 手串 一定是佛教背景的 一定是佛教背景的 所以就聊聊聊 后来我告诉她说 我是一个牧师 我说我们在Perv有六间的教会 中文英文的青年都加起来 大概有三百四百人 分散在六间的教会 我说你住在Netland 我们附近也有一间教会 我说你交朋友 如果你要深入交朋友 要很小心这个世界 上面有很多混混的 这个年轻人 要特别小心 她说就是因为这样 我终不敢乱交男朋友 我现在都没有男朋友 然后她就开始讲 她爸爸怎么样叮咛她 有的话可以注意了 可以交男朋友了 等等的 哇 又继续讲了 然后我就告诉她 小朋友的一些准则 给她做参考 她眼睛越睁越大 越睁越大这样子 然后又说 到了快到两个多钟头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一句话 她说在她这一辈子 当中从来没有跟一个人 讲话的时候 心里是很暖的 很温馨的 感受到这一个人 可以走进他的世界里面 这是他的用 很聪明的一个孩子 她问了很多的问题 她说我可以不可以 一边信佛 一边信耶稣 她说这样有错吗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我可以不可以 一边信佛 一边也信耶稣 我多信几个不好吗 这样不是很好吗 嗯 我就这样 嗯 我说你很聪明 你知道已经讲到一个地步 她开始羡慕要信耶稣 我都还没有见识耶稣 我只是告诉她说 我是一个牧师 我教导我的青年 在他们的生活 学业 恋爱 最关键的是 他们有信耶稣 那她就说 我可不可以 一边信佛 一边也信耶稣 我说 嗯 当然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 我说我们不是有读历史吗 我们读了历史以后啊 什么朝代 什么皇帝 什么朝代 什么伟人 我们都读了 我们都信了嘛 对吧 对吧 那我们也读了孔子 孔子的著作 孔子有很大的学问 我们也学了 我们也学的里面有道理的 我们就应用了嘛 对吧 她说对啊 我说 我说 释迦牟尼 这个 我们也了解啊 回教 教导 我们也学习啊 对我们人生有帮助啊 我没有一边压她的那个佛教 因为我知道她是佛教背景 所以 她说都信啊 不好吗 我说 当然可以 不过 我说 来到一个 非常的时刻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 你认识了这个老人家 她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学问 认识了这个老人家 她有那样那样的学问 认识了这个老人家 她有那样那样那样的 这个能干才干 哇 认识了好多好多的长辈 然后 来到一个地步 如果 我问你 我告诉你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爸爸 那你会相信 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 要 回到生命的议题的时候 哪一些才是我生命的来源 哪一个才是我生命的根源 宇宙的根源的时候 就不是每一个都认了 我说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所信的上帝 主耶稣基督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是我们生命的来源 我们里面像他 我们里面像他 然后 这个女孩又继续问 后来她问 她说 有一个问题 在我思想里面很久 她说 人之初是性本善 还是性本善 我们年轻人差太远了 她二十来岁问这么多问题 因为你们都不是问题人物 她问 人之初是性本善 是性本善 她说 你们圣经怎么看呢 我就跟她分享 我说 从今天的人性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 所以有人认为 人之初的等善 一直留到今天 所以你说 人之初性本善 是对的 可是如果 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话 那我们就绝望了 佛教只不过是一套理论 叫人行善 但是人永远行不了善 因为人没有办法 回到本善的本质 因为是本善嘛 那你根源是酸的 你怎么变成甜的呢 耶稣讲嘛 好树结好果子嘛 坏树结坏果子嘛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嘛 我说如果根源是本善的话 那你 我们就作恶吧 我们就尽情过一辈子就算了吧 我说圣经告诉我们 本善是什么时候开始 而人类最根源的时候 人是向上帝的 他说那是本善 他接下去 我就告诉他说 信耶稣 就是让我们被糟蹋的生命 被 他就说被污染的生命 哇 好喜欢这个小女儿 小女儿 做我女儿我就很喜欢 我说话的时候 他就接下去 他说被污染 我是对 我们本善的生命被污染 我就把亚当夏娃 那个被污染的故事告诉他 我说信耶稣是什么 信耶稣 就是让我们重新认识 这位生命的来源 我们在耶稣里面被改造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从那天开始 我们就天天朝向 那个本善的 本质的 原本的生命 他说就是要恢复吧 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就是要恢复吧 我说对 所以他至少跟我说 两次到三次 说他今天觉得 他这一生当中 今天一定不是否然的 一定是有缘分 他既然这么说呢 我就加强他的这个想法 我告诉他说 我一年去墨尔本开会 至少四到五次 过去的四年来 我每一个年去墨尔本 每年至少去四次 多的时候五次开会 我说每一次开会 都是开到礼拜六的 傍晚 然后我是乘坐 深夜九点钟 回到我四次 深夜快十二点的班机 我说只有今天 我提早回来 他说那你为什么提早回来 我说因为我教会 有人结婚 我要赶回来 有一个结婚晚宴 他就接下去说 那请你帮我跟那一对新郎 新娘说 谢谢他们在今天举行婚礼 你看这个女孩 你看当我们一个人的生命 能够成为一个百倍人生的 生命的时候 你可以坐在一个人的旁边 你可以让他感受到他这一辈子当中 很可能只有今天 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缘分 从他来讲是一个缘分 我说以佛教来说 是缘分 我说基督教来说 可能不是用这两个字缘分 他就接下去 那应该说是上帝特别的安排吧 所以你知道你会到教会来 不是偶然了 是上帝有话要对你说 是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 有一个时刻 有一个钟头 昨天那个女孩 有三个钟头 可以跟身边一个人 聊起她生命当中 很多很多的疑问 今天你也是一样 上帝已经帮助你 你有亲戚 有朋友 有人多次的邀请你 以致你才有今天的缘分 坐在这个地方 听见了圣经的话 因为上帝爱你 因为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工作 因为上帝要让你的生命 不要只是活在世界上 走完五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走了完了 用不好听的话就完蛋了 上帝不要你做这种生命 上帝要你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 有那个本善的特质的生命 不要用那本恶的生命浪费一生 后来我心里想 上帝既然把这个女孩 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 长得还挺漂亮的女孩 一直尖尖的 戴一副很斯文的眼镜 没有太高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我说 后来我就想 我是这样吧 我把我的联络给你 你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或是你同学朋友 读书遇到很沮丧 或是很忧郁 我作为牧师 还有几间的教会 有好多青年团 有好多好多的牧师传道人 可以帮助你 我说 我可以把我的联络给你 他说 那我也把我的给你 你知道吗 一个人随便问人家 要联络是很 没有礼貌的 特别是一个男孩 问一个女孩 讲了一番话 又跟人家要电话 人家人家误会 所以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她说 应该我的也给你 所以我写我的联络给她 她写她的联络给我 结果这个女孩叫做金金 黄金的金 哇 这个女孩 所以我昨天一回来婚礼 婚宴以后回到家忙忙忙 还没有跟她回一个信息 还没有给她一个信息 希望这个女孩可以得救 在最后的一个阶段 互换了以后 她说 或许 今天这番话 就是告诉我 要去教会 你今天已经来了 跟旁边的人说 恭喜你 你也要告诉你自己 原来耶稣住在我里面 原来我听从神的话语 我的生命被改造以后 原来我生命不是只是用来赚钱 赚钱的生命是机器 为什么我说赚钱的生命是机器 那个机器出的产品 拿去卖钱 你是机器 也不是机器 对不对 那么 我的生命更不是只是用来吃 享受美好的食物 那享受美好的食物 是猪 丢什么给它 它都吃得很好吃 你看猪 如果你没胃口 你去看猪 我的生命不是猪 吃了睡 睡了吃 我的生命不是机器 我的生命是什么 我的生命应该是产生 永生影响力的 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的孩子会从我身上看到 上帝的爱 上帝的永恒 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会在我的生命当中 体验到 这个生命跟我爸爸妈妈不一样 这个女孩告诉我 她说我 祖父祖母是老师 我外公外婆是老师 我妈妈是老师 你看 我就称赞她 我说我看出你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孩子 后来她把她的家庭背景都说出来 几代老师 她父亲是政府相关单位相当高的 这个职份 告诉我 她说 可是我没有遇到过一个老师 或亲人 或朋友 能够今天这一种内心的感受 生命可以成为百倍人生 不是用赚钱而已 不是用吃饭而已 不是去旅行而已 生命会成为百倍的生命 因为就连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就连跟你一起坐在餐厅 坐在餐厅有时候 餐馆很急的时候 你会坐在别人一桌 你都会发出影响力 今天的道都还没讲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没关系 因为我也在分享百倍的人生 你就明白说 原来牧师要讲的 圣经刚才读的经文 讲到结识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原来不是赚钱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原来是你这个生命的功能 超过赚钱 你这个生命的功能 超过吃饭 你这个生命的功能 是带有天国的能力 这个叫做百倍的人生 经文 我们刚刚读了 马太福音三章 十三章一到八节 耶稣讲到的时候 听众常常跟着听 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讲 牧师从上个礼拜 开始讲一系列 耶稣的比喻 因为在耶稣的所有的比喻里面 都是告诉我们 要成为在地上天国的子民 所以那个比喻都要告诉我们 成为天上的生命 在地上住着 我再重复一次 耶稣讲比喻 耶稣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是要我们回复天上的那种 这个美上的生命 本上的生命 恢复了以后 活在这个地上 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旁边的人 就品尝到这个美上 耶稣讲比喻说 有一个人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飞来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 土浅的地上 那么 根下不深 那么太阳一晒 就坑干死了 有的就落在野草堆荆棘里 结果呢 在里面长了 但是野草荆棘 把它挤住了 它长不上来 可是野荆的 落在豪土里 就能结出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的果实 这个是耶稣讲的比喻 可是呢 从中间一段看呢 门徒不明白 耶稣为什么讲比喻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就问耶稣 老师啊 今天你讲那个 啥种的比喻 到底是说什么 所以十八节以下 耶稣就讲解 这个比喻的内容 所以你们当听 这个啥种的比喻 耶稣就讲 凡听见天国道理 就是听见圣经的话 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把 那听见的道 在他心里 在他思想里 很快就拿走了 没了 所以很多人去过教堂 也听过上帝的话 走了以后就没了 继续不信 告诉你自己 我不是那个人了 从此以后 我不要做那个人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耶稣就说什么呢 第二种就是 他说 有人 石头地 有一点土 但是下面很多石头 他说 听了道 听了上帝的话 哇 很好很好 牧师你讲得很好 弟兄姐妹们 多少人跟我说 讲得很好 可是他出去以后 没有信耶稣 他说得很好 哇 心里欢喜领受 但是呢 听了道以后 心里没有根 因为下面很硬 只是暂时的 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家说 你去教堂啊 啊 什么时代啊 他就不去了 被人一笑 他就不去了 还有 长在荆棘 野草堆里面 他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听了道理 可是呢 我们的心思 我们头脑里面 想的是什么 全部都是世界上的事情 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呢 钱财 天天都在忙钱财的事情 天天都在忙旅行 忙享受的事情 这就是世界的诱惑 他说 就算是听了道 可是呢 那个道在心灵里面 没有空间 挤在 挤住 也不能够结实 只有 豪土的 才能够结实 耶稣讲这个比喻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目的在哪里啊 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有四种新田 路边的 石头地的 野草堆的 还有豪土的 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目的在哪里呢 其中至少有两个目的 这个两个目的呢 第一个 比喻中 是在说明 很多种人 对神话语的不同反应 有人听了 不信 有人听了 很好 可是 他的背景 传统 跟今天听得到 不融合 出去以后 他也没信 那么有一些 信了 决志了 举手了 信耶稣 可是一进入 离开教会 进入社会 工作忙忙忙 赚钱赚不完 结果呢 也没 热心起来 三种 还有一种 就是听得到 哇 生命被改变 他的儿女 发现他改变 他的丈夫 发现他改变 他的太太 发现他改变 他的婆婆 发现他改变 有一个见证 婆媳朝的 你死我活 不能同居住 其中一方 信了耶稣 生命改变 对方就说 教会有这么厉害 我要他改变 这么久都没有改变 怎么他去了教会 整个态度改变的呢 所以婆媳 一起到教会去 那这个是好的土 听了道理以后 生命被改变 立刻就结果之了 这个是 这个比喻 说明几种 不同的心田 比喻的第二个 是邀请我们 成为哪一种心田呢 这个比喻 是要让我们 成为前面三种 的那一种 石头地 跟路旁的 跟这个野草堆 荆棘的地 还是要我们 成为豪土啊 他一定是 目的是要我们 成为豪土 对不对 那要成为豪土 关键就来了 如果要成为豪土 要如何成为豪土呢 撒在豪土里的 就结石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那关键是要怎么样 成为这个豪土 我们等一下时间 到我们就停 好不好 可是你说 那我下个礼拜 不在这里怎么办 你就再来啊 你说那我 飞机飞走了怎么办 那你就改机票啊 你能来就继续来 今天讲到哪里就哪里 讲不完的 下个礼拜再讲 看YouTube 这是我要讲的 我每一个礼拜的讲道 都在YouTube上面 可以听的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成为豪土 必须进行一个工程 第一个 其实我发现 这三个土地啊 就是提醒我们 当我们去掉这个 去掉这个 去掉这个 就成为第四种豪土 好 第一种呢 我们要如何成为豪土呢 要赶走恶者 用心去明白神的话 这是第一 哎 你有没有看到稻草人啊 卖田啊 稻草人是干嘛的 下鸟 赶走那个 恶者 鸟啊 稻草人风一去 哇鸟都飞了 而且稻草人是要会动的 所以最好是有风 风一来呢 鸟就飞了 所以你要 到种子撒在你心灵里面 能够有果效 你要把恶者赶走 所以就是那飞鸟来吃 那你要赶走飞鸟 反正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 夺去了 撒下去 鸟吃掉了 怎么发言啊 这是第一种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听见天国道理 就是听见圣经的道理 不明白 这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给你听啊 这个不明白 指所听见的道理 所听见的圣经的道理 跟你原本的思想不合 我们有一个比较相谈一点的国语 是这样说 斗不起来 斗不起来 普通话 斗不起来 斗不起来 就是没有办法 你的思想跟圣经的话语 牧师在讲的时候 你听的时候 两种思想组装不起来 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 怎么结合呢 所以呢 许多人对信仰神 就有很多的疑问 牧师你讲这个 讲这个 讲这个 可是呢 不明白 不代表 牧师讲的圣经是假理 而是我自己过去的思想 过去的文化 过去的传统 跟今天讲的新的 圣经的真理 一时之间 一时之间 组装不起来而已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产生什么 就会产生怀疑 在怀疑的时候呢 是最脆弱的时候 圣经就说 恶者就会来把他 听到的那个 种子 拿走 恶者是指什么 是指那个破坏者 透过你的怀疑 透过你一时间 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经就说 啊 这种道理很难懂 这种道理很难接受 所以就不信了 所以人的怀疑 跟人的不接受 常常是第二步骤 一开始听 听是懂非懂的时候 但是后来觉得 跟自己的思想连结不起来 然后就说 这是不能信的 所以恶者呢 就把人的怀疑 跟不接受 于是就很快的 人心中听到的 之后一点点的信心 就拿走了 今天来这里 在今天之前 从来没有去过 教堂的人举手 在今天之前 从来没有去过 教堂的人举手 好 何者说 今天你在感恩堂这里 在感恩堂之前 从来没有去过 教堂的人举手 从来没有去过 教会的人举手 有 有一些 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那么 那么来这里 来到神的教会 他们听了大 他们成熟 他们成为一个结果式的 我要告诉的是什么呢 我要告诉的是 可见 很多人都去过教堂 都听过道 可是他的 他的明白 很显 所以他的信心 很快又不见了 因为怀疑 跟 不接受 信息第一 刚刚接触信仰 不明白 是很正常的 你刚刚听见圣经的道理 刚刚听见牧师讲解的时候 你不明白 这是正常的 请问 你儿子 去了幼稚园 他回来 你问他老师说什么 他说 不知道 然后你就 刮他一个耳光 生你真是白生了 去死了算了 我说这样的父母 去死了算了 你孩子 控制人去 老师讲什么 老师教什么 不明白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正常 就是因为他会不明白 所以要送他去 帮助他 慢慢明白吗 信仰也是这样 你听了上帝的道以后 你不明白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关键是 你不要太快 就断然的拒绝说 这不是我要的 你要渐渐的去琢磨他 去领悟他 去明白他 我不明白 可是呢 这两千年来 明白的人 生命都这么美好 为什么我不去多明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恶者就没有办法 夺走你听到的道 他就会渐渐的 在你生命里面 产生改变的功能 你就会领悟出 原来我过去的 听的道理 是有道理 我今天听的牧师的道理 也是道理 但是我慢慢发现 这不只是道理 这是真理 于是 我想起耶稣的一句话 约翰福音17章17节 如果你眼睛够好的话 请你一起看 后面的人可以回头看 后面那个荧幕 17章17节 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祷告什么吗 他求天父上帝 求神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这一个人的生命 成圣的时候 亲爱的老婆们 做老婆的人举手一下 现在是别人老婆的人 举手一下 未来做老婆的人举手一下 不敢举 很快做老婆的人举手一下 茫营就笑了 我问所有现在的老婆们 还有未来要做老婆的 如果你看见你 你丈夫的生命逐渐逐渐变成圣 变更美好 你开心还是难过 开心 如果你的孩子 从小三岁五岁 到了主日学以后 他的生命变成越来越好 越来越成圣 你是开心 很是难过 开心 为什么 因为人本善 人本来就是要回到 上帝的样式 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可是那恶者的工作 就是要破坏我们 走向成圣 所以耶稣要升天 要离开世界之前 还专专为门徒祷告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今天我要结束在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还有圣餐 你要告诉你自己 要成为一个百倍的人生 牧师今天告诉你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就是 牧师可以在坐飞机的时候 旁边的人感受到永恒 真是感受到永恒 而且他也开了他自己的心窍 觉得他过去的佛教 真没有办法像这个人所说的 所以他羡慕要到教会去 你也可以 这个就是百倍的人生 可是在你心中有一些不幸 在你心中有一些怀疑 这很正常 你要告诉你自己说 我要继续到教会去 我要继续用一个开放的心灵 聆听上帝的话 终有一天 我会越来越明白 终有一天 圣经的道理 跟我古老 残旧的思想 有一天会斗在一起 会组装在一起 而且呢 圣经的真理 许多会把我错误的思想 会把我老旧 这个不对的思想 能够推翻 以至于我成为一个全新 新造主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成为一个新造主 我们来导导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晨 我们透过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原来我们都听见了天国的道 就是你圣经的话语 可是我们听过了 却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 因为我们常常怀疑 因为我们常常不信 因为我们常常不觉得 圣经的话 可以内化到我们的思想 成为我们人生 所能明白的准则 求主给我们耐心 求主赐给我们 继续有一个开放的心 去聆听主的话 去参与主的教会 以至那恶者 不能够把我们听见的道拿走 渐渐的我们就明白更多 我们就领悟更多 我们就体验到 你的话是我们成圣的真理 使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完善 更加的美好 更加像创造我们的上帝 那样的美善 感谢主 打告奉 耶稣基督圣灵求的 阿们 来 跟旁边的人握手 说有圣经的话 真棒 有圣经的话 真棒 我应该是中国人的 都会散开 都会变得更多 tenemos 我们的对手 都会变得更多 你 我们的对手 都会变得更多 我们的对手 就会变得更多 我们的对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